今日说法 为了儿子 他差异三面 也是为了儿子 他选择了离婚 他就没有活下去了 有气 他的孩子丢了 我活着也很拥有 日子夜下的孩子 还能回到他身边吗 今日说法 不过出 二十四年的噩梦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四川省绵阳市的陈古英女士 二十多年来 几乎每天夜里都做着一个同样的梦 在梦中惊醒以后 泪水就沾满了枕头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梦 让老人如此伤心 夜夜落泪呢 陈古英今年六十岁了 他说他做的梦 其实都和儿子有关 做的是什么梦呢 陈古英 你请你从他回来 回来 我一顿时就跑出去 被人们盲大一片 什么也没看见 当时起来 起来枕头都打死了 原来是梦 陈古英提到的小涛 就是他的儿子 陈古英说 他永远忘不了 1988年的7月10日 发生的事情 那天傍晚 他八岁的儿子小涛失踪了 他因为跟那些小朋友 跟着一起玩 后来我去找的时候 他们都说不在 没有来过 当时我都急到了 小涛当时已经上小学一年级了 因为暑假不上学 就经常在家附近和小朋友们玩 但是通常都不想晚饭前回家 可是那天天快黑了 陈古英仍然不见儿子回来 便出去找 睡觉 小朋友们说 一直没见小涛来过 心里都是一天 慌 急 不晓得是什么味道 一种不祥之兆 略过了陈古英的心头 邻居家 儿子的同学家 学校 陈古英能想到的地方都去找 依然没有小涛的事情 天黑了 亲戚朋友文讯后也帮忙寻找 但是仍然没有孩子的消息 接到报警后 民警立即展开了调查 陈古英所住的地方 当年属于城乡接合部 往来人员比较复杂 而小涛的失踪也十分蹊跷 几乎没有任何缘由 也没有目击者 因为缺少线索 民警们的寻找和调查 没有进展 当时他们都还是很同情 说可以 你不要太伤心的 我们尽力吧 当时他们就跟我们都是回答 就这样 一连几天过去了 儿子小涛 好像人间蒸发的一样 陈古英想 儿子也许被人贩子给拐走了 于是 大家人把寻找的范围 扩大到了周边的城市和农村 那时候我还是很有信心的 到处找 我找到地头都是农村 因为农村才能买小孩 我都找到地 小涛是陈古英唯一的孩子 早在小涛两岁的时候 陈古英就和丈夫 也就是小涛的生父离了婚 之后她独自抚养儿子 尽管后来陈古英又成立了新的家庭 但是都没有再要孩子 小涛一直是陈古英内心的寄托和希望 如今孩子丢了 陈古英的心就像被挖空了一样 陈古英的妹妹说 当时姐姐的精神几乎崩溃了 而接下来陈古英干了 让所有人都揪心的事 陈古英想一死了之 幸好被人及时发现了 抢救了过来 活过来之后 陈古英做出了一个决定 不管多难 无论走到天涯海角 也要把儿子小涛找回来 于是 她和自己的第二任丈夫离了婚 开始独自寻找孩子的立场 后来我就请假了 请假我就没上班了 没上班我就到四川省里 因为先是到旗县区 就是我们免免市 旗县区 周边都找了 1年8个月 陈古英拿着孩子的照片 跑遍了四川境内的大小城市 农村 可仍然一无所获 等她再次回到绵阳时 她几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我的体重是 一倍一缩 夏天岛还八十二呢 八十一斤岛 人呢 瘦得又瘦得 变了形式的 就这样 在煎熬中 一天天地过着日子 转眼二十四年过去 儿子成了陈古英心中 永恒的痛处 白天 陈古英靠打麻将消磨时光 晚上 经常在噩梦中惊醒 做这么多年 我也真的是心情真的不好 因为这么的这个时间 确实不好打法 心里一天 不知是什么原因 就是在心头 二十四年 陈古英带着对儿子的思念 从三十六岁 熬到了六十岁 半生的好时光 就这么消磨过去了 心生心事 他还能再见到自己的儿子吗 思念儿子的陈古英 不会想到 在距离四川绵阳 千里之外的北京 有一个孩子 多年来 也一直在寻找着 自己的父母 这个一直在寻找 自己父母的人 名叫陈涛 今年三十二岁 河北石家庄人 目前在北京打工 陈涛说 他是个被拐的孩子 记忆中 那是1988年的夏天 当时他八岁了 那一天 他一个人在家附近玩 突然走过来 一个二十多岁的男青年 男青年说 要带他出去玩 因为贪玩 男青年又说 跟他走有好吃的 于是 小涛就和他走了 陈涛模糊地记得 那个男青年 带他上了火车 后来也不知道 坐了多久的火车 都经历了什么地方 只记得火车到了一个站台 男青年就带他下了车 下火车我也没车 因为当时就想着玩 就一个玩心 再后来陈涛才知道 他当时到的地方 是石家庄 之后 陈涛跟着那个男青年 又走了好长时间的路 到了农村 这时 男青年把他交给了几个人 便离开了 这时的陈涛才意识到 自己被骗了 面对陌生的环境 陌生的面孔 他又恐慌 又委屈 就是说老发脾气吧 哭倒是不哭 老是发脾气 就是感觉 因为我都活了 那种感觉 后来陈涛又被带到了 另一户人家 这家已经有了两个女儿了 这家的大人 让陈涛喊成了爸爸妈妈 就这样 陈涛成了这家的养子 那么陈涛当年究竟是被什么人带到这个家的呢 陈涛说 关于这个细节 他的养父母一直不愿提及 而当时的陈涛所能做的反抗 就是不停的吵闹 以至于他的养母 甚至产生了把他送走的想法 当时的陈涛说不清楚自己的家乡在哪里 而且交通通讯也都不太方便 最后养母想要送陈涛回家的想法 只好暂时放下了 当时养父母家已经有两个女儿了 按年龄 陈涛排行老二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陈涛说养父母对他还是很不错的 当时那边比较穷 那边还吃那个窝窝头 要吃个鸡蛋就比较不错了 然后我妈把鸡蛋留给我 没让我妹妹吃 也没让我姐姐吃 然后就是苹果什么的 那都是比较稀少的东西吧 全部都丢为我吃 养父母和姐妹们的友善和关爱 给了陈涛安全感 渐渐地陈涛适应了当地的生活 对于父母的思念 只好深藏在心底 时间一晃十多年过去了 陈涛也长大成人了 高中毕业之后 他就外出打工 离开了养父母的家 也就在这时寻找自己亲人的念头 再一次强烈地迸发出来 2003年陈涛结婚了 很快他和妻子有了儿子 儿子的出生让陈涛体会到了为人父母的不义 也更加迫切地想寻找自己的亲生母亲 陈涛记得小时候刚到养父母家的时候 因为自己的口音 养父母好像告诉他自己是四川人 于是陈涛就借着跑运输的机会 到四川成都等地寻亲 跑成都跑了半年 将近有半年的时间 因为当时我妈说的是 我妈记得是天水 成都不就是有一个天水街吗 我都到那一块找我看着看 不是 妻子的努力让寻亲柳暗花明 我说你别笑 我说打拐爸都没法办 我说他都能办 你相信那个干嘛 你上那个干嘛呀 我说哎呀就蹬一下吧 还能少你这块肉啊 3D民警协助 让回家的路变得清晰 陈涛也很激动吧 也不敢确定是不是 24年的噩梦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由于不清楚具体的家庭 对当年家庭的信息呢 记忆很少 所以在茫茫人海中寻找亲人 就像大海捞针一样 几次寻找无果 这使小涛呢 有一些灰心失望 而就在这个时候 在妻子的提醒和帮助之下 小涛的寻亲之路 发生了重要的转折 陈涛的妻子小刘 理解丈夫的心情 也知道一个母亲 失去儿子的痛苦 结婚之后 她不断地通过媒体 和四川的警方 搜寻着各种线索 但是都没有找到 有价值的线索 因为我们已经 找了这么多年了 就是说 没有说那种特失望吧 反正就是 哎呦 哎呦 能找就找到 找不到 找到的是最好的 找不到也没有办法 就是这么过去 这么多年了 也是抱着一线希望 希望能找到 2012年3月19日 妻子小刘听说 很多人在网络上 找到了13多年的亲人 于是 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她便在网上开始发帖 就在陈涛妻子 上网发帖的当天 宝贝回家志愿者 河南省路易县公安局 民警丁超 就在网上看到了 这个帖子 民警丁超 是2011年 加入宝贝回家志愿者的 经常利用业余时间 帮助人们寻亲 至今 他已经帮助过 五个被关孩子 找到了亲人 陈涛没有想到 他发帖的第二天 民警丁超就联系上了他 在网上 丁超向陈涛仔细询问了 他记忆中家乡的点点滴滴 希望能从中找到有价值的信息 在丁超的启发下 陈涛记忆的闸门打开了 他向丁超警官提供了更为确切的信息 家乡很可能在四川绵养 母亲在化工厂工作 根据这些新的情况 丁超重新整理发布了 陈涛的寻亲信息 很快 和被保定民警 贾海涛就在网上看到了 丁超发了帖子 贾海涛网名叫洪黄凤凰 也是一名宝贝回家的志愿者 他的记忆应该还是比较多 线索还是比较清晰 能记得父母的姓名 大致的家庭住址 然而 当贾海涛 将陈涛提供的母亲的名字 陈古云 在户籍网上查找的时候 显示的结果 却与陈涛母亲的情况 严重不符 陈古云的这个线索呢 也不是一看呢 就是被我们直接就排除掉 民警 贾海涛并没有因此放弃 他想 有可能是陈涛年幼记错了母亲的名字 他又查找了陈古云的谐音 陈古英 结果显示 叫这个名字的人有上百人 这里面会不会有陈涛的母亲呢 接着 贾海涛搜寻的范围缩小到了四川绵羊 终于他发现了一个叫陈古英的人 情况比较符合 名字符合 工作单位也符合 这个人会不会就是陈涛要找的母亲呢 贾海涛赶紧把查到的信息告诉了丁超 河南民警丁超和河北的民警贾海涛 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 他们立即联系了四川绵羊市的民警 和宝贝回家的志愿者 让他们进一步核实陈古英家的情况 在四川警方的帮助下 2012年3月25日下午2点多 宝贝回家 四川绵羊的志愿者 很快找到了陈古英的住址 找到陈古英这个人了 也正式陈古英在88年的时候 确实是有一个小孩失踪了 以这么的下落 家长名字和童年玩伴名字 不可能这么完全一样的 虽然说那时候没有百分之百的确认 但是他心里还是很高兴 就是非常感激 经过民警和志愿者的仔细核对 陈古英当年丢失孩子的时间 地点 情节 和小涛叙述的情况呢 基本吻合 现在大家都觉得 陈古英应该就是小涛要找的人 那么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得知陈涛在寻亲的情况后 陈古英内心百感较紧 在高兴的同时 他又有些不安 这个叫陈涛的人 真的是他日思夜盼的儿子吗 我心里很激动 我心里激动 但是我高兴不起来 为什么呢 我想这个没落实之前 没有落实 我也不敢相信 究竟是吗 不是我儿子 尽管陈古英就是陈涛亲生母亲的可能性极大 但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还需要对双方采集血氧做DNA比对 不过 此时双方都迫不及待的想见上对方一面 于是 志愿者们安排双方先在视频上相见 通过视频 其实我第一声就是喊着妈妈 为什么呢 你不怕喊错了 我觉得应该很 百分之九十九点的相信了 那会儿我就确定 当时你老公也在旁边吗 他在旁边 他不敢说话 他觉得好像还是在做梦 好像还不是真的 然后我也在视频跟我妈聊天 我写一个 我写一个 然后我妈都说出来了 这次视频聊天之后 双方都确信 对方就是自己寻找多年的亲人 于是 陈涛和妻子决定立即到四川 看望母亲 在从北京突往四川绵延的火车上 夫妻俩想象着与母亲界面时的场景 我在火车上的时候 他就想 我想如果说 见到我妈 我要镇定 我不能哭 我就是想哭我也不能哭 如果说我要是哭的话 我妈是更难受 特别兴奋 就想 哎呦 那个妈妈会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这边会是个什么情况 会不会是真的 就是也是特别不敢相信嘛 而在四川绵阳 得知陈涛带着妻子回来了 陈古音和妹妹都兴奋不已 姐妹俩整整聊了一个晚上 当时我身体高兴 一晚上跟我姐姐那边坐了沙发生 然后就拜拜 拜拜到四点钟 等待二十四门的音报 彼此改变了命运 他没想到妈妈会一直没有结婚 没有要害 回家 虽然幸福 却悲喜交集 二十四年的噩梦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晚点七点钟 一支由志愿者和亲方好友组成的 近五十年的队伍 陪伴着陈古音来到了火车站 陈涛夫妻俩乘坐的火车到站 在亲友们的簇拥下 陈涛夫妇走出了绵阳市火车站 亲人相见的场面 感动了在场的所有的人 我都二十四年了 没见妈妈 我一直在寻找妈妈 我非常感谢丁超经大哥 要是没有他们 我今天也不会团聚 而陈古音的家门口 上百乡亲们更是站在路边迎接小桃虎家 在家里 亲友们准备好了团圆饭 小桃小时候的玩伴也闻心感 更让陈涛没有想到的是 回来的第三天便是自己的生日 她说今年三十二岁 在离开的这二十四年里 她从来没有过过生日 因为不记得自己是哪天出生的 尽管后来 养母也给她定了一个生日 但她知道那不是她的生日 也从来不过 但是亲生母亲始终记着儿子的生日 这么多年了 每当陈涛的生日 陈古音就难过不已 阿姨那她的生日是哪天呢 巴黎 巴黎 那就是后天 后天就是你的生日 今年过吗 今年过吗 当晚亲友们决定 要在陈涛生日那天 给她举办一个盛大生日宴会 后天吃你蛋糕 出酒后天 我等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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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隔二十四年 母子终于团聚了 只是重逢时 一切都变了样 陈涛车才知道 母亲陈古音和亲生父亲 自打她失踪之后 就没再联系过 也正是因为她失踪的是母亲和继父离了婚 找根源就是 他 这个孩子就是他 因为你作为父亲作为继父 你如果你要像亲生父亲那样温柔 给他温柔 不关心 不至于 逼别人骗手 怪手 是不是 这个问题 陈涛没有想到 母亲自从她失踪之后 就没有再结婚 终日神思恍惚 至少母亲活起来的 只有一个信念 相信儿子还活着 有一天还会回来 如果父亲和我妈没结婚 他们过得 一直过得好的话 我倒比较高兴 现在 对 我倒觉得对我妈 又挺有亏欠的 真的 我老公也一直说 他肯定会有别的孩子 不可能说这么长时间 也没结婚 也没有别的孩子 不可能 肯定会有别的孩子 应该过得也会很幸福 只不过是没有我 其实有一种遗憾罢了 他没想到 妈妈会一直没有结婚 没有要孩子 二十四年过去了 改变的是彼此的人生 不变的是当初的记忆 陈古英说 看到儿子成家立业 生活活得很好 他很感谢陈涛的养父母 希望陈涛今后 也要孝顺养父母 毕竟是他们把陈涛养大的 比一年赢了二十四年高 我只有八年多 我就是说什么 我早现在找到家了 我也永远是他的孩子 我永远是他的亲生孩子 这是我一生赢了 最难用的 孝项 儿啊 怎么办 今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历经了24年 陈古英母子终于团聚了 然而当初的家 现在已经支离破碎 24年前的一次被拐卖 改变了所有家人的命运 所以在这里 我们要强烈谴责 拐卖人口的犯罪 同时我们也希望 那些还在寻心路上的孩子 或者父母 能够早日和亲人团聚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 希望观众朋友 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 第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 接下来的其他内容 谢谢 说法 诺 诚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